下拉清單 OK 然後點擊某個編號 會自動幫你去查到 這個人的相關的資料 包含姓名、總銷量等等 他的來源就是從Lookup裡面的 其他的四個欄位 自動幫你去抓到 相對位置幫你抓過來 那第二個呢 就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那今天呢 因為Lookup函數我不熟啊 我比較習慣用VIP函數 那有沒有辦法 直接把這個地方改成用VIP函數來查 當然可以啦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拖拉過來 把那個查詢界面 拖拉按Ctrl鍵 複製一個吧 然後呢 把查詢界面改成叫 Vlook 用那個Vlookup Vlookup 這個函數 然後呢 把它改一下 等於是說我剛剛這一個 用Lookup 我把它改成用Vlook函數 有沒有辦法辦到 當然可以啦 那做法上面的話 該怎麼做呢 欸 游標放這邊 插入函數裡面呢 一樣減至於參照 那Vlook函數是在最後一個 所以你拉到底 最後一個就是了 OK 第一個Vlook函數 那找到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 這個Vlook函數呢 它會問你四個問題 底下有四個參數 第一個問題就是你要查 什麼東西 欸我要查編號 第二個Table Array Table Array指的是 你將來那個對照表在哪裡 OK 就是總表啦 然後呢 Color Index 就是你要在總表裡面呢 如果查到之後呢 特別注意喔 它這邊有一個關鍵 就是說呢 它只能夠在這個表格查詢最左欄 特別注意喔 也就是說呢 它只會去查最左欄 它不會去查其他欄 所以呢 如果說編號是剛好在這個總表的最左欄 那可以 可是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不行喔 那怎麼辦 你要調整一下位置 否則的話一定是不能查 然後再來的話呢 把你要查 第一欄一定是我們要查的 所以一定是查到編號 再把第二欄以後的資料帶過來 OK 然後呢 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直接按確定好了 那 查這個 002 Table Array的話呢 我們是在Lookup裡面 那範圍的話是這個啦 就是從編號 欄位名稱不要選到 的底下這個範圍 當然這個範圍 我們也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名稱 不過我直接用這個好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查回來的是第幾欄呢 我要查回來的是 特別注意喔 一定不可能是第一欄 因為呢 他查一定只會去查第一欄 那帶回來的資料的話 這邊有沒有叫 column index number 意思是說 你要把哪一欄的資料帶過來 那針對什麼呢 針對Table Array裡面的 第幾欄 第一欄在這裡 所以喔 他一定是把你什麼 把那個Lookup value這個編號呢 幫你在編號最左欄的地方 查查看 002找到了 那他會把他的同樣相對位置的哪一欄 那特別注意喔 他只會幫你把這邊的資料 這個是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第五欄 查一定是查第一欄 所以這個數字的話呢 絕對不可能是1 因為1是他自己本身 那因為我要把姓名帶過來 所以這邊請注意喔 輸入2就可以了 OK 那把2輸入進去 這個把2 OK 然後呢 Range Lookup指的是 你要比對的方式 如果是0的話 是一定要一模一樣 如果是1的話呢 是找接近的 也就是說你如果找不到002 他會幫你去找接近的值 OK 所以這裡的話當然我們是 我先用0好了 0的話是false 或者你打false也可以 OK 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就找到這個002 他會自動幫我去把002 這個人的姓名帶過來 那可是呢 我下面還會帶什麼 總銷量跟其他對不對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當然喔 最好是可以向下填滿 因為如果你不向下填滿的話 變成你這邊呢 必須把公式複製貼過來 然後把2改成3 改成4 改成5 應該懂的意思吧 OK 因為如果說你要向下填滿 現在應該是不行的 所以你怎麼辦呢 你有沒有什麼方式貼上 不過如果說你沒有更好的方法 你變成你要用什麼 修改這個 有沒有 然後再修改 可是好 就有同學會說 老師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這樣 向下一拉 全部呢 通通搞定 做一次就好了 這是好問題 其實呢 你可以從哪邊去動手呢 第一個 因為你向下填滿 這個 勢必這個範圍要怎麼樣 先把它鎖起來 因為如果沒有把它鎖起來的話 或者把它用名稱來代替 因為用名稱就沒什麼問題了 如果你用名稱的話 其實我還比較習慣 比如說我把這個範圍叫什麼 這個範圍 我名稱取叫做lookup 比如說叫 這跟這個工作表一樣的名稱 叫lookup 然後我第一個 我用名稱來代替 這個範圍叫lookup 那我以後呢 在查詢的時候有沒有 我就不要用table array的話 我就不要用選的 我用F3 用什麼 lookup 有沒有 剛剛給的名稱 這樣子的話呢 你也不需要鎖定 為什麼 你不管向下向右 它的位置一定是固定的 OK 好 那可是 如果你需要向下可以的話 那你可以藉由什麼呢 這個數字 可是這個數字呢 該如何讓它向下 拉的時候呢 就自動幫我加1 加2 加3 實際上 你可以思考 用另外一個函數 什麼函數呢 在旁邊練習 插入一個函數 一樣在檢視與參照裡面 有一個 它會自動增加 你向下拉的時候會自動增加的話 它那個函數叫roll roll函數 這個roll函數是什麼用途呢 按確定 如果說我裡面空下來 按確定 你會發現 它會向下拉的話 3 4 5 6 為什麼呢 實際上 如果說你今天呢 加入roll 它會自動去抓到什麼 你現在儲存格裡面 是在第幾列 所以 往下填滿 它就會自動幫你增加了 那你想說 老師 那如果我向右呢 向右 你會發現 向下 怎麼都是同 沒錯 因為roll的話呢 它只會去抓列 它不會管你哪一欄 那如果說 假如我今天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roll 放在這個裡面呢 然後呢 這個裡面不就往下 它不就有些自動增加嗎 對不對 所以 我的習慣這樣 如果向下 我就把這個roll 改成什麼 乾脆改成roll 自己打上去好了 或者如果沒把握 你就是在前面再插一個那個 這邊有個插一個roll 也可以啦 那我這邊直接 在這個 把2改成roll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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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瓜糊 OK 那可是呢 你如果說 現在按打勾的話 它現在在第三列啊 但是你需要的是什麼 是剛好是2 是第二欄 不是第三欄 所以怎麼辦呢 把它給它 減1不就好了 OK roll 減1不就 跟它的利好 剛好是 相差1嗎 OK 按打勾 好 那我們把它打勾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 剛剛還有一個地方漏掉 哪個 c2有沒有 要怎麼樣 把它鎖起來 c2的話呢 因為向下填滿 其實只要鎖列就可以了 把它的利好鎖起來 打勾 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呢 放開 就全部做完了 應該可以理解那個意思吧 因為如果說你不用這個方法 不用那個roll-1的話 你要把這個地方2 貼過來變3 變4 變5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呢 直接把這邊改成什麼 roll-1的話 那向下填滿 因為它是 這個本來是抓到3嘛 3-1不就2嗎 2剛好是第二欄 那往下它變第四欄 第四列 所以4-1 剛好變3 5-1 變14 6 剛好5 不就剛好是 要抓第幾欄的順序了嗎 OK應該可以理解啦 所以以後 很多時候呢 加個roll 還蠻好用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那我只是說呢 因為名稱範圍 我習慣把它定義一下 所以這邊改成名稱 另外呢 要固定在第二列 所以呢 這個地方加一個前的符號 那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所以呢 從這個地方呢 你們也可以把它改成 用V-0函數來做 不過特別注意喔 因為常常都是同學一直 好像查詢 只會想到V-0函數 好像除了V-0函數之外 就沒有別的函數的感覺 真的不是只有這樣 為什麼 因為V-0函數 大家很習慣用 可是呢 它有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 它只能夠查最左欄 就是第一欄 那如果你要查第二欄 很抱歉不行 比如說像這邊啦 同學說 老師那如果不查編號 我查姓名可不可以 很抱歉 不行 為什麼 因為呢 在總表裡面 那個什麼呢 總表裡面呢 姓名 不在最左欄 所以不能查 不能查姓名喔 因為太多同學都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不能查姓名呢 V-0函數為什麼不能查姓 因為他就跟你講說 只能夠查最左欄了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再堅持用V-0函數 請你用別的函數吧 OK 因為呢 查詢函數裡面不是只有V-0函數啦 OK 如果說你真的要堅持用V-0函數 很簡單 怎麼用呢 請你把姓名搬到最左欄可不可以 可以啊 懂那意思吧 因為太多人問 這樣的問題 我真的 而且不只一個同學喔 因為他好像就只知道有V-0函數 不知道有別的函數可以用 唉 這個就 就只有 對 就只有一招而已啦 就是因為用手了 V-0函數用手了 但是 可是問題喔 有些工作上遇到的狀況 就不是說只有V-0函數可以解決 因為你 假設你把姓名搬到最左欄 那你又牽一髮動全身 到時候你要搬來搬去 那不是更麻煩嗎 對不對喔 所以呢 假如說喔 你如果不用V-0函數 你可以用LOOKUP啦 那還有 比如說 假如像這一題 如果你不用V-0函數 還有沒有別的函數可以解決 其實你再複製一個 其實這邊喔 還可以用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後面要講的 在那個 插入函數裡面喔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喔 還有一個叫什麼 叫做 index 這個index呢 也常常被拿來使用 這個index也非常好用喔 因為它主要 它的概念就是說 在你這個總表裡面 你只要指定給我 你要查什麼 你告訴我哪一欄哪一列 不一定是在最左列喔 也不是在最左欄 也不是在最右欄 反正你只要告訴我哪裡 我就幫你查回來 所以很多時候呢 會用index 或者會用indirect 也可以 所以如果說 你有些特殊狀況 但是 可能這些函數 對各位來說都很陌生 不過如果你熟練之後啦 以後你就多很多招了 你不是只有V路函數可以用而已喔 那另外的話 必須配合match 老師 那個抽查的人來 還是 然後 要耽誤幾分鐘 OK OK 好 好 所以你們先試試看喔 等一下再來看後面的喔 如果朋友 我心理想說